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涉及加拿大的内部事物 还反映了全球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将关注英纽特领袖们与联邦内阁部长的会议 他们在沃太华讨论即将推出的北极外交政策 这次会议不仅是政策讨论 更是英纽特社区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重要时刻 他们希望政策能够尊重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引导国际合作 接着,我们将转向加拿大政府如何应对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 联邦内阁部长们在闭门会议中讨论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 可能对加拿大的影响 他们的应对策略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 最后,我们关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政治事件 到森氏的五位市议员集体拒绝宣誓效忠查尔斯国王 这一行为引发了对历史不公和王室角色的广泛讨论 他们的决定不仅是对法律的挑战 更是对加拿大全国反思历史的一个缩影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当前加拿大社会变革的缩影 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加拿大首都沃泰华 一场意义深远的会议正悄然进行着 英纽特领袖们与联邦内阁部长们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加拿大 而是投向了国际舞台 这次会议的核心是为加拿大制定一项新的北极外交政策 以便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更好地捍卫英纽特社区的利益 外务部长梅拉尼·乔利·Melanie·周黎 也预定出席这次英纽特与王室伙伴关系委员会的会议 乔利在早些时候曾表示 随着全球局势的不断变化 加拿大必须准备一项前瞻性的北极政策 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而对于英纽特社区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英纽特塔皮里特·卡纳塔米 Inuitabry-Kanatami 主席纳坦·奥贝德 Nate Nobert在会议中强调 他们希望这项政策能够明确指导 加拿大与英纽特之间的关系 并在与国际伙伴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他们提出的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诉求 而是希望全面涵盖所有英纽特社区的需求 自2017年成立以来 英纽特与王室伙伴关系委员会 一直为英纽特社区的优先事项提供一个圆桌讨论的平台 尽管今天的会议总理未能出席 但这并未影响英纽特领袖们的热情和期待 他们清楚 这次会议是让英纽特文化 生活方式被尊重和重视的一次重要契机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 北极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日益突出 许多国家对北极的关注不断增加 这让英纽特社区的声音变得格外重要 奥贝德提到 英纽特社区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 成为真正的参与者 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不仅反映了他们丰富的文化 也展示了他们面对气候变化和经济挑战时的坚韧不拔 这些故事让与会的部长们深刻理解到 英纽特社区在北极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随着会议进行 英纽特领袖们的期望越加明显 他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中看到具体的行动计划 这些计划不仅能促进英纽特社区的发展 也能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次会议不仅是一场政策讨论 更是英纽特社区与加拿大政府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的重要一步 而在沃泰华的另一边 联邦内阁部长们正紧密磋商 为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政府制定应对策略 这场闭门会议由加拿大 美国关系内阁委员会召开 这是自2021年特朗普离任以来 他们的首次会面 副总理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担任主席 并计划在会后向媒体简报 外事部长乔丽在进入会议前告诉记者 沃泰华已经有了一个应对计划 政府将着手实施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强硬言论 包括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全面关税 很驱逐非法移民 让加拿大感受到潜在的经济威胁 尤其是可能导致的边境移民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会议显得尤为重要 部长们集中讨论 试图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 以减少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不仅关乎经济 也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民生问题 加拿大的农业部长 可能特别担心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会影响到加拿大农产品的出口 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这样的情况下 农民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农场倒闭 因此部长们在会议中讨论 如何加强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同时移民问题也是会议的一个焦点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可能导致大量寻求庇护者涌入加拿大 对于加拿大的社会服务系统 和基础设施都是挑战 部长们需要讨论 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 保持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开放态度 会议结束后 弗里兰将在媒体面前发表声明 这次会议的结果将成为加拿大政府 在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个重要指标 许多加拿大人密切关注 期待政府制定出一个有效策略 保护国家利益 而在多伦多的道森市 新选出的市议员们 在就职仪式上集体拒绝宣誓 效忠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 这一举动引起广泛关注 道森市市长史蒂芬·约翰逊透露 这一决定是在就职仪式前所有新式议员共同做出的 他们对于宣誓的犹豫 源于对英国王室和加拿大原住民之间历史背景的考量 在会议上 四位新式议员完成了就职宣誓 但他们一致决定不宣誓效忠英国王室 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挑战 也是对历史不公的反思 玉空社区事务主任萨曼莎·克劳斯比表示 这样的集体拒绝非常罕见 他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以避免道森市进入特别选举 查尔斯国王作为多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官方国家元首 面临来自全球原住民社区的批评 凸显了前殖民强权与被剥削社区的复杂关系 去年 查尔斯国王在澳大利亚的访问中遭到抗议 当地立法者利迪亚·索普指责 他对该国原住民的种族灭绝父有共谋责任 根据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调查 超过一半加拿大人反对承认查尔斯为国家元首 支持切断与王室的联系 今年早些时候 一项修改宪法使宣誓效忠君主 便为可选的法案被否决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出加拿大社会对历史的反思 也显示出对未来的思考 道森市市议员的行动成为社会变革的象征 激发了对权力 历史和身份的讨论 这不仅是一场地方政治风波 而是一场面对过去 重塑未来的运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北极外交政策涉及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和互动 随着气候变迁造成的冰层融化 北极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如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 并且具有重要的航道潜力 可能成为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航线 这些因素使得北极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 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包括在加拿大、丹麦 通过格陵兰、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 通过阿拉斯加 这些国家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 该理事会成立于1996年 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坛 北极理事会不处理安全问题 但它促进合作、协调和互动 近年来 随着北极冰层的减少 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增加 俄罗斯加强了其军事存在 重建了冷战时期的基地 并发展了北方航道 中国则将北极 视为其一带一路政策的延伸 寻求经济和科学合作的机会 许多非北极国家 也对北极产生了兴趣 例如欧盟和亚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对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经济合作 表示关注 这种国际关注 促使了一些国际法和条约的发展 比如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个公约规范了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使用 北极地区的主权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俄罗斯、加拿大和丹麦都在不同程度上 对北极的部分地区宣示主权 尤其是北冰洋的罗蒙诺索夫级、La Monosov Ridge 是各国争夺的主要对象 这些主权争议通常由联合国来解决 但它们仍然是潜在的冲突来源 环境变迁 对北极的影响巨大 冰川消退 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变化给各国带来了环境、经济和社会挑战 各国在制定北极政策时 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成为关键 美国、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科学研究 总体而言 北极外交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涉及主权、安全、经济、环境 以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议题 各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不仅是基于自身利益 也反映了全球气候变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 北极的重要性只会增强 因此对其的国际关注和外交活动也会日益增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因纽特领袖与联邦内阁部长的会议 是北极地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因纽特社区的声音不应被忽视 这次会议让加拿大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 推动一个以原住民为中心的政策 从而促进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 这怎么可能是个坏主意呢 难道我们不希望看见因纽特文化 在全球被认识和尊重吗 哦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所有的会议 都能产生实质的改变似的 你知道有多少会议结束后 只留下空洞的承诺吗 听起来没好 但结果呢 政策制定过程中 往往是政治利益在主导 即使因纽特社区得到了更多发言权 这是否能转化为实际行动还是未知数 且不说国际局势变幻莫测 这些承诺能否兑现还是个大问号 谢琪琪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曾有承诺未能兑现 就否定所有努力 这次会议的独特之处在于 因纽特社区将直接参与政策讨论 这不仅仅是象征性意义 更代表了国家意识到原住民问题的重要性 加拿大这次有机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展示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 楚天书理想主义的口吻很感人 但现实往往是冷酷的 如果加拿大真的这么重视因纽特社区 那为何长期以来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未见大幅改善 政策讨论不是问题 问题是这些讨论往往沦为政治秀场 看看那些在会议上发言的政客们 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未真正踏足过英纽特社区 谢琪琪你的怀疑是健康的 质疑是进步的动力 但我们也要承认 这种会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让不同社区的声音被听见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不是在做理想主义者 而是相信如果不去努力尝试改变 那么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次会议和随之而来的政策 或许不是完美的 但它是必要的开始 好吧 楚天书 我会给你这一点 我们需要尝试 但在努力的同时 我们需要保持警觉 确保英纽特社区的需求 不被忽视或淹没在凡文入节中 希望这次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发新闻稿和拍照 而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政策行动 而不是一纸空文 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谨慎观望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讨论因纽特领袖 与联邦内阁部长会议的意义时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这使得整场辩论颇具启发性 楚天书强调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一个为因纽特社区提供发生机会的良好平台 并期待这会推动以原住民为中心的政策 进而促进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 然而 他的看法也容易给人一众过于理想主义的印象 似乎忽视了历史上类似会议的空洞结果 谢琪琪对此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他指出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许多会议最终只是政治表演 并未带来实质改变 这样的质疑是对理念的一种健康检查 在辩论中 楚天书虽然努力未会役于了积极意义 并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价值 但他并未充分回应谢琪琪对师致信的担忧 这使得他的论证显得有些薄弱 谢琪琪的观点则反映了社会中对政策 承诺的普遍怀疑 这不仅是对因纽特社区的关注 更是对整个政策制定过程的深刻思考 他的立场提醒我们 光有会议和讨论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真正的挑战在于 如何将这些声音转化为可行的政策 总体来看 楚天书的理想主义与谢琪琪的现实主义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者之间的碰撞 促进了对于因纽特社区问题的深入反思 辩论的过程中 两位参变者都展现了对话的必要性 然而 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希望未来的政策 能真正听见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区的声音 而不只是空洞的承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加拿大沃泰华的因纽特领袖 与联邦内阁部长会议中 大家齐聚一堂 旨在为新北极外交政策制定最终建议 外务部长梅拉妮 乔利和因纽特塔皮里 特卡纳塔米主席 纳坦 奥贝德都强调 因纽特社区的利益需在国际舞台上 更大声地表达出来 奥贝德提出 因纽特人在政策中想要看到明确的措辞 希望加拿大与因纽特之间的关系 能在政策指导下得到正面塑造 更重要的是 他们希望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因纽特社区能在国际合作中成为积极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者 此次会议讨论的远不止政策 而是通过倾诉和分享经验 展现因纽特文化 并寻求对其生活方式的尊重 与此同时 在沃泰华 联邦内阁部长也在闭门会议中绞尽脑汁 商讨如何应对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 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 主持了这场会议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许多声明 包括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和移民政策 引发了对加拿大经济的担忧 部长们的讨论焦点在于 如何制定应对策略 减轻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 这样一个策略不仅要考虑经济 还需涉及到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社会服务等 部长们甚至考虑到如何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加强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联系 可以说这场会议不仅是政策上的调整 更是加拿大在面对新挑战时的一个战略转列点 而在多伦多的小镇道森市 新选出的是议员们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他们在就职仪式上集体拒绝宣誓效忠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 这一举动不仅挑战了法律要求 也揭示了更深层的历史和文化冲突 市长史蒂芬、约翰逊和市议员达尔文、林的决定 是对历史不公的反思 尤其是对英国王室与加拿大原住民之间复杂关系的批评 这种集体拒绝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显示出地方政治中的深刻变革 虽然育空社区事务主任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以避免特别选举的发生 但这起事件已然成为对当今社会权利与身份关系的思考 在全球范围内 查尔斯国王作为前英殖民地国家元首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去年10月 在澳大利亚 查尔斯国王遭到当地立法者的批评 被指责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负有共谋责任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 也是对王室角色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仍然适合的质疑 在加拿大 超过一半的民众反对承认 查尔斯为国家元首 这一情绪通过道森式的例子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这一切让人们重新思考英联邦国家中身份和权利的意义 推动了关于未来社会应如何构建的更广泛讨论 无论是因纽特领袖的外交诉求 还是道森式议员的誓言挑战 这些事件无不反映出 加拿大社会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追寻 象征着一场更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